为了庆祝三五同军节 台东11所国中小以及社区所组成的童子军 齐聚在关山 负责承办的关山工商 特别规划超过12项的闯关内容 其中还融入了高中生的特色学习课程 让童子军团提前跳级体验 而童子军们在各项关卡中发挥互助的精神 也对关卡的活泼有趣留下印象深刻 在关山工商学生的指导之下 参与童军活动的小朋友们 开始进行饮料DIY的活动 来自台东县国中小共11所学校的童军社成员 18日上午齐聚在关山工商 并由关山工商的学生设计了一系列的闯关活动 让小童军们可以从各项关卡当中 发挥出团队互助的精神 而关山工商校长也表示 趁此机会也特地在一些关卡内 安排了一些高中的课程 让国中生们可以先体验一下高中的内容 那我们在活动当中就是也进行了设计的十二站的这个场关的活动 那有各科的介绍 还有一些体验的活动 那还有那个我们体育项目 像篮球对决 还有气球式做的这些活动 让学生能够重做中学 那也把我们科系的特色都融入 那希望我们的这个团员啊 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孩子们学生们都能够玩得很愉快 那可以有收获满满的一天 参与活动的同学者表示 这期手做饮料感觉非常的安全 而且整个活动体验下来非常的好玩 本次活动共有250位来自台东的十一所学校同学参加 希望借由寓教娱乐的方式 让学生在透过同军团康活动的过程中 可以学习到一般课堂上所无法学习到的宝贵知识 记得曾经营关山镇报导